- 吐吐 - 吐吐 - 哈嘍 歡迎大家來到吐人郎的頻道 我是吐吐 郎 經過我們跟寶寶相處了一陣子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看看我們家的環境變成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啊 還沒有生寶寶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設置的嬰兒房 然後我們對空間有一些想法 那時候原本的打算是說 小孩東西就盡量就是在嬰兒房 然後如果他真的長大開始會爬在客廳的時候呢 好像在地板上爬也可以 不一定要鋪什麼軟墊 只要沒有什麼太大的傷害 或許我們可以先試試看 都沒有的情況下讓他試 因為我們發現大部分有寶寶的家庭 一進這個家門你就會發現 你們家一定有寶寶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所有的工作空間 都被寶寶的東西佔滿 最大的宗旨就是 不要讓寶寶佔助我們所有的空間 保有自己的空間也很重要 但是寶寶會有寶寶自己的空間 所以說到寶寶的空間 我們之前拍了一集嬰兒房 想像中的設置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我們是否有添加了什麼 2.0的版本 OK 家裡有客人來之後看到的視角 我就也不喜歡讓人家一看 就發現我有什麼 家裡有什麼家庭成員有什麼生物 我不懂 我想把有一點神秘感 有什麼事 你也是 你突然坐下來才發現 有嗎 有沒有 感覺就有一種驚奇的感覺 對我喜歡這種感覺 可是客人來真的會這樣 對你們家有貓 就覺得很驕傲 我就喜歡這邊 你不要管我 這是我生活的樂趣 貓在客廳的就是貓殺雞 整個走過來 你可能還不會注意到那一台 就會先發現貓才發現 你們家有養貓喔 所以這個用也要套用到 恭喜的狀況 立志要當辣媽 有小孩 你的小孩 到底有什麼毛病 對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總之我們的空間 客廳的公共空間 是非常的 欸有沒有 沒有小孩的痕跡 對沒有小孩的痕跡 我們住到了 有沒有覺得現在有點暗 其實我真的很想開燈 我是一個很喜歡開燈的人 從那個之前房子的裝潢設計 就知道 那這麼暗呢 是因為我老婆生完 她回歸到她自己了 她自己本身就是一個不愛開燈的人 所以就是配合她暗暗的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啦 那我覺得我們的客廳維持大家 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覺得暗暗的 有氛圍感嗎 氛圍是我家老婆 朋友 一直在強調的 氛圍 但我還是要很驕傲說 雖然我們有小孩 客廳還保有我們最喜歡的那些東西 我們還是覺得很快樂 其實想不到我生完之後 不僅沒有讓寶寶佔據了 我們的公共空間 而且讓自己公共空間 更是自己喜歡的樣子 自己的夢幻的樣子 對 我覺得很快樂 終於把這個櫃子弄好 這個櫃子就是放我們 這邊收集的黑膠 各個電器的遙控器門都收在這裡 一顆一顆的燈啊 我老婆不喜歡開主燈 她很喜歡靠這些氛圍燈 來撐其她說的空間氛圍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空間要有氛圍 就是要靠這種一顆一顆的燈泡 好不好 特別給大家介紹 因為中秋節 所以我特別留了一個月餅的 就不吃月餅 我們用這個蠟燭來 代表我們有過了 我老婆說中秋節的時候 把他點起來 點那個月餅蠟燭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音響 這個音響其實一開始我們就有 然後買了之後還很口 不願意買第一音喇叭 後來發現音樂這樣不行真的不好聽 大半年之後 我們就把第一音喇叭給買 重點是還漲價 對還漲價我覺得好歐喔 很多東西都是後面突然就漲價 然後這個喇叭呢 配置的東西蠻多的 就是我們的黑膠機 終於買了 對終於買了黑膠機 然後黑膠機可以接 擴大機接這個喇叭 然後我們的這個 超短教的投影機 也可以接我們的喇叭 等於說我們這一套喇叭有很多種做法 那如果說你想要連線上音樂平台 不管是什麼Apple Music 或是Spotify那些的 它也可以透過這個音響播出來 所以我們這一套就是 多功能切換使用 整體來說就是我們 浪漫的客廳 這些是我們入住當時候 就應該要配置的全套 我們在一年多之後 才終於完成了 這裡是工作的區域 它也有點算辦公共區域 但我覺得現在維持得很好 都是我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滿意 但我呢 怕你就是工作的時候想著 你兒子 所以我幫你設置了一個 兒子的東西 很無言 它可以陪你上班 你們的椅子 好近 媽媽在這裡工作的時候 在那裡看著你 我現在也這樣看著你 但是那個椅子會套上套子 是因為我們家忙很多 光想要用的時候 我再把套子拿起來 不會有什麼貓貓污染的一張椅子 可以陪伴著媽媽工作 廚房呢 不免俗的一定要放些嬰兒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會用到 但我還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電氣櫃 我覺得我藏得滿好的 有嗎?自己講 怎樣藏得很好 這是我的咖啡機 這一台看起來也很像咖啡機 人家搞不好會以為就是奶泡機 故意挑一個就是 看起來很像的 但它其實是泡奶機 旁邊就是偷偷塞它的奶瓶啊 什麼的 熱血糊也很重要 就很常需要補水啊什麼的 它的奶嘴這種罐子這樣塞著 上來看之下我覺得 感覺不出來有寶寶嗎? 因為我把奶嘴都這樣藏起來啊 就沒那麼明顯喔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 我已經盡量藏了 我是沒辦法 紫外線消毒的這個器具 小孩東西一定要殺菌嘛 殺菌有兩種 一種是消毒鍋 一種是紫外線 朋友送紫外線 所以我就用紫外線 家庭主婦們應該知道 有時候就是這個轉角齁 很難用 你就覺得那個空間浪費掉 把一台這個 我覺得蠻剛好 蠻順手的 你就是在這邊洗完東西 打開丟進去消毒 好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動線安排 但其實應該沒有那麼明顯吧 因為這個其實很多家裡也會用 就是可以把餐具放在裡面啊 消毒一下啊什麼的啊 我另外呢 又發現這種開放式有吧檯的廚房 有中島的廚房 有個特殊的廟用 尤其這個水就在這裡的時候 我會在這裡幫我們家再帶洗手 你看這個高度 剛好欸 我們那時候就被黑根充白人說 你們一定要準備 戰地式的 不要彎著腰下去 你腰會受不了 容易受傷 所以這裡偷偷擺了一瓶 他的沐浴乳 看起來很像洗手乳有沒有 對有沒有 又不像在藏起來 然後呢因為廚房的這個水龍頭 大部分都可以這樣拉 然後廚房又有熱水 那你就可以這樣把它這樣拉 然後因為我的毛巾是可以扣扣子 扣在健身上這樣洗完之後就 啊 包起來 然後再帶到房間去包鳥布 桌面平台很大 你就發揮空間很不錯 就不會很擁擠 就是意外發現中島 洗澡這麼方便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收起來 對我就會把這個浴缸藏起來 你的廚房還是廚房嘛 廚房還是廚房啊 我們現在來到嬰兒房 這個嬰兒房呢 大家看到我們其實 最一開始有一支影片 就是在寶寶來之前 我們先幫他準備的嬰兒房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明明沒有小孩 想法又很浪漫 寶寶實際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既有的東西哪裡不足 你會幫他填購 那個真的就是 沒有小孩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到 或者是說 選擇可以等到他出來之後 我們用過 或者是現在媽媽推薦我們 再新增加的東西 就零零龍的東西開始變圖了 包含我們把這個衣�移走了 選擇了一個 這個和氏椅 滴滴板D嗎 之後恭喜開始會爬 它可以在他房間玩的時候 我們就坐在這裡看它玩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有小孩地方要給小孩位置 然後你也要給大人位置 對然後我們距離不要太遠 不要有高度的差異太多 味奶也很好餵 所以是我們後來 把這個意子弄進來的原因 味奶的話 其實有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還不錯的工具是這種 有洞的枕頭 小孩可以塞這個縫裡 看你是哪一隻手順手 大象頭的地方比較凸 剛好可以墊的 我們就是一直在優化省力的部分 Mamas and Papas的 而且很便宜 超好用 所以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很常看我們的頻道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下次要舉動大大的幫助喔 訂閱 繼續跟大家介紹一下旁邊 旁邊現在有我們的 溫奶器 然後還有一個氣氛燈 氣氛燈是我指定一定要放的 因為有時候夜晚餵奶的時候 又不適合把大燈打亮 開小小的燈 你又看得到現在刻度喝了多少 按鈕按一按加溫 拿出來 紗布巾在這裡 那如果說一條不夠用呢 這邊還有 我覺得是全部把它放在附近 一隻手就抽出來 這裡還有一個椅子就是給你這樣 我們還分類好 就是紗布巾各種尺寸跟厚度這樣 一隻手可以碰到的這些 後來發現紗布巾真的太需要 好可怕喔 小朋友也需要紗布巾 這邊還有獅子巾 不小心液奶 你來不及擦 還有流到脖子 我通常會再拿獅子巾 幫它稍微擦過脖子 這樣才不會黏黏的 觸手可及的配件門 這就是我們的胃奶區 寶貝旁邊那是我們媽媽包 肯定是要拿起來介紹一下 我覺得一定很多媽媽就想知道這個媽媽包 或者是沒有當媽媽的人 可能就想說 什麼是媽媽包 媽媽包裡面到底要幹嘛 就是你帶小孩出去會用到的東西 哩哩哩哩的好多 妙布啊 奶瓶啊 獅子巾啊 兒童手冊動不動就要看這個核對身分有沒有 反正它就是很輕防水 媽媽包具備的條件 它完全有 後來發現很多媽媽也都是用它的 我好像去那裡看一個展場一樣 每個媽媽提自己的顏色 對就是各式各樣的顏色 各式各樣的大小 對 反正我們是買最大的 更重要的是媽媽 我還給你配置了這個 插頭 坐在這裡也可以充手機 對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因為有時候小孩在睡覺的時候 你可以滑手機可以幹嘛 那突然要餵奶了 手機沒電 而且寶寶超耗時的 一下一下就手機又沒電 可是你又必須要坐在這裡 所以這裡一定要配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延長線的好處就是 它需要什麼 電器或是未來的玩具要插電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啦 反正就是延長線比較好用 來 接下來是尿布台的區域 其實這裡就是原本的尿布台 可是這個地方開始變豐富了 它要用的小東西很多 還有一些用藥 奶嘴 獅子巾 它的乳液啊 喔 身體乳液 因為我洗完澡把它抱回來這裡 就會給它殺乳液再給它包尿布 然後現在我們還買了這個 小抽屜 就是把這些耗材 這是厚的 大條的 這是小條的 還有這個什麼 維豆 口水晶 對不對 維豆式的口水晶 還有 尿布 完全就是耗材 就這樣抽抽抽抽 用超快 就是在這邊換了髒的東西有沒有 旁邊這是什麼 洗衣欄 就會丟 紗布巾啊 衣服啊 毛巾啊 這是我們的尿布垃圾桶 每天到 欸它一天要換 這十幾二十片尿布 那垃圾桶像就滿了 每次踩開的時候啊 咻 跟大家介紹這個燈 像聖誕書的燈 欸這個燈很重要耶 媽媽來這邊 大家以為它是全開全關嗎 No 它可以分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營造一個 白天的氛圍給寶寶 那我們就可以全開 然後它可以調角度 所以不會照到寶寶的眼睛 到了晚上慢慢開始燈光調暗 那我們就一顆一顆關 這顆關 這顆關 這顆對尿布抬的 有時候晚上 全關的時候 可是它尿尿尿石 我要給它換尿布 我要看得到 我就開這個燈 就這樣稍微幫它換 盡量減少燈光的刺激 我最喜歡這上面那顆燈 打在牆壁上很有氛圍 這樣餵奶的時候 看過去心情也很好 無言了嗎 到底要製造多少氛圍 不會 我覺得有時候光很不錯 就是你要透過折射的方式去打 你就會既有氛圍也不會太亮 因為像頂燈它雖然亮 可是它就是有時候 你在燈下面就覺得 熱熱或很刺眼 對 你看上面有很多我們的回憶 你這是去美國的時候買的 然後這是去加拿大的時候買的 再來是這個 Google喇叭 放在床頭 就可以製造一點白噪音 喔我都會說 嘿Google 播放下雨聲 有沒有 白噪音就出來了 或者是餵奶的時候 嘿Google 播放音樂 沒問題 即將播放的是Spotify 請問我是不是很棒 多功能 而且還可以升空 比如說你在餵奶的時候 你手沒空 就用這樣的 好來跟大家重點介紹這個床 我們成功 跟寶寶 分房睡了 對 之前很多人說 啊你這樣要跑一趟或是什麼的 但是我們家也沒有到 寶寨等級 多走幾步路而已還好 而且我們有那個 寶寶監視器 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已經成功跟他分房睡了 然後以及他有一些新增的設備 我們覺得用的蠻順手的 欸我可以買了一個鐘 你知道這個鐘要幹嘛嗎 因為我們要一直看他 到底喝奶喝了多久了 對我有時候在餵奶的時候 我都會看說 喔他現在喝了幾cc 然後抬頭看一下他花了多少時間 有沒有在進度上 快兩個月大嘛 一個半月的時候可以進不到 半小時可以喝完150cc的奶 跟大家介紹完畢了 寶寶目前為止還不會爬 處於一個真的很嬰兒狀態的時候的設置 隨著寶寶長大之後有不同的需求 可能會做一些調整 不知道會變怎樣 希望我們捍衛的東西 不知道可以維持多久就是 我們還是會努力捍衛 因為我們還是覺得 我們雖然愛寶寶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要 保有自己的空間 讓自己可以充電的時候 然後用更好的狀態 帶來照顧寶寶寶 我們的邏輯就是寶寶寶寶寶的空間 我們也要有我們的空間 以上就是我們今日的分享 分享 嗯 說掰掰 喜歡的話就能按照這些 谢谢大家